今天我们是第六讲 就是麻省理工学院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就是麻省理工它是在美国的东北区 New England area 然后呢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呢主要是包括六个州 都是美国非常有历史的州 像Maine, Vermont, New Hampshire, Massachusetts, Connecticut, and Rhode Island 所以这六个州呢都是美国最先开始的初创的一些很有名的州 那么具体到麻省理工学院呢 它所在的这个地方叫Cambridge 然后呢也就是波士顿外面的一个小镇子 它的简单讲一下它的历史 就是在1630年的时候有一群清教徒 他们大概有十一艘船 然后载了七百个乘客 从英格兰出发来到了Massajus的当时是殖民地 那他们到达以后呢 就和就是当地大概在这个地区 Cape Cod的以南的这边叫Plymouth 就是这是在1620年的时候就有一些叫做Pyldrum 就是那时候的他们叫朝圣者吧 就是也是清教徒当中的一个分支 一个一些成员 他们已经是已经早于他们从英国移民来了 他们当时乘着五月花号船来到这个Massajus 在那里定下来 所以呢在1630年来的这帮叫Pyrotans 他们叫清教徒 他们就和这些Pyldrum会合了 然后就在Massajus这一带就开始了他们的生活 在本地定居下来 然后在1635年的时候 在波士顿就是开创了美国最早的一所公立学校 它叫Boston Larding School 是中学 然后在当时那个Cambridge 就是那个建桥 它还叫Newton 是个村庄 然后最有名的事情就是Halford College 在这个Newton上面就建校了 是在1636年 两年后呢 就是1638年的时候 这个Newton村庄就改名叫Cambridge 然后再过了200年以后 到了1846年的时候 这个Cambridge就形成了一个市 对吧 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庞大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MIT所在的这个建桥的一段历史 那么这个MIT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Cambridge 这个Boston呢 是New England地区最大的城市 那我们去访问的时候呢 就是飞到这个Boston Larding Airport 然后呢 去Boston或者是通过这个叫做 Massadus Avenue的这个桥 到了建桥市 然后MIT整个是在这个地区 它就是在Massadus Avenue旁边的叫Central Square 到这个Kendo Square 这一片大概15060英亩的地方 然后从这个Central Square呢 就是你可以驱车到这个 开十多分钟车就可以到了 哈佛大学这边 当然了也可以 它有这个交通 公共交通叫 就Subway吧 他们叫做T 就是一种轻轨 也有地面和地上的 就是两个轻轨的 两个T-stop 也就到了哈佛 所以整个的Cambridge 现在就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 一个城市 有十多万人 对吧 有这个著名的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 还有其他两三所大学 那么具体到这个MIT的校址里面呢 最著名的是这个叫Great Dome 它是一片这个教学楼组成的 也就是在波士顿非常寒冷的冬天 学生们可以就在这个教学楼里面穿行 就可以上课 然后不用到外面去 去经受那种风雪的考验 这边是Engineering School 工程学院 然后呢 Computer Science在这里 然后这边Kendo Square有它的商学院 Salon商学院和它的多媒体学院 就整个是MIT 隔着这个Charles River 这边就是Boston MIT的建校是简单讲一下 他在1861年的4月10日创建的 他当时创建的目的就是为了加速美国的工业革命 然后MIT呢 他自称是最能代表美国精神的这么一所大学 在1866年的时候呢 他就从早先的 就在波顿市区租房子教室 就扩展到了校园的叫Bike Bay 就是Bike Bay是现在Boston非常富裕的一个地区 然后1916年的时候 MIT才搬到了建桥市 在这个校历史上面 网站上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做 叫Mit Century Convocation 当时的是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集会 当时他们研讨的是这个战后的重建 以及科学技术的作用 当时的英国前首相Tugier 作为这个演讲嘉宾 在上面在会上发表了特别著名的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呢 你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一些片段 也可以在MIT的网站上看到他整个的全文 就是相当宏伟的一个讲演 那这边就是关于建桥的一个介绍 然后这个是MIT Dome 就是刚才我说的 整个连接起来的一个教学楼群 然后对面 这个Charles River对面就是 John Hancock Financial Fund 就是John Hancock的基金的一些大楼 然后对面就是全部是Boston 我们讲一下MIT的教育使命 这个呢是MIT的章 这个Seal 他这个章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位 看书的学者 然后旁边是一位 手里拿着这个铁锤的一个工匠 然后这边这个podium 整个的这个讲台上面有 有它的建校史叫1861 然后上面有这些书叫Science and Arts 然后下面写的是它的作用名 拉丁文的作用名 意思就是Mind and Hands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MIT的作用名就是要把这个 学术知识和实用的目的相结合 就他们他们非常希望看到 这种高等知识的教育的文化 以及实用的工业的这种合作 这是MIT的一个一个作用名 它的教育使命 Mission 它的教育使命按照网站上说的就是 它追求先进的知识 它教育学生在21世纪的科技和其他学术 为国家和世界提供最好的服务 那这个Mission statement 实际上Mission它是阶段性的 如果Vision的话就是一个很长期的 不能改的 Mission就是说你完成这个Mission 你还可以有下个Mission 那在网站上还有值得关注 就是MIT它这个社区 它一个共同的目标 对它说他们 就等于说他们的一个自我介绍吧 就说他们是一群有趣的古怪的 是精英而不是精英主义者 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和艺术天分 迟迷于数字 然后欢迎这个不论你从哪来吧 就是都能够加入MIT社区 那这里谈到的精英和这个 精英这个Elite和精英主义 就是Elitism 精英主义者 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基本上就说精英呢 它是在社会上一种有责任有担当 行业的领袖对吧 或者社会的领袖 他们也通过自己努力 积累了财富和一定的名望 他们还是就是 跟那个平民是在一起的 精英主义者不同的呢 就是这个精英主义者 他的主要不同就是在于 他的对人对事 对这个社会的一种态度 比如他们更加追求精致化的生活 对吧 比如他们的一些追求 可能就是脱离平民的 所以那些叫做Elitist 就是精英主义者 MIT因为他们是社会精英 对吧 他们不是精英主义者 这是MIT的一个简单的 就是刚才说过的一些综合的介绍吧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MIT不仅它是 从它创建以来 它提高了工业质量生产力 它是知识这些提高能力的典范 而且它很重要的 就是向社会上人们展示了 怎么样去修复 美国的社会和种族之间的分歧 然后MIT以技术和自然科学为核心 它也涵盖了人文主义学者 社会科学学家 建筑师规划师 商业管理等专家和艺术家的工作 以高品质的教学 让学生做好准备 成为世界的领袖 对吧 就是它是个私立的高等教学 大学的机构 有4500多名本科生 然后有将近7000名的 研究生上的这个学者 学生 然后男生略多于女生 这个是网站上提供一些关键数据 可以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这些学生活动方面 以及它的师资 强大的师资力量 有一千多名是全职教师 然后呢 它这些教师里面有 96位诺贝尔获奖者 还有59位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国家创新科技获得奖 还有这个 麦克阿瑟研究员 就是鼓励那个创造力的 就还有这个计算机最高荣誉 图灵奖 就是Turning Award 对吧 这些具体的奖我们都在前几周 从这个UCLA UC Berkeley 一直到 一直到那个上周的华大 对吧 我们都具体讲了 就这些奖我们都讲过 它们是什么的含义了 包括这个最新的这个 我们上周也讲了 咱们华大也有很多 就获得这个麦克阿瑟创意 叫Creative Genius 这样的一讲的这些学者们 那这块呢 这个小动物 可爱的小动物 它是叫Tim the Beaver 它是MIT的吉祥物 MIT把这个Beaver作为吉祥物 是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海狸是自然界最好的工程师 大家如果看到过动物世界的 会知道这个Beaver 它自己会用它这两个 大牙齿对吧 它会衔接一些树枝 然后住着一个小水坝 在溪流上面 就是圈出一个小的池子 自己住在里面 还在下面挖通道 然后自己盖一个小房 小房自己住 所以这个Beaver是非常可爱的 动物界的工程师 那下面我们谈一下MIT的申请 MIT本科申请呢 它有两种 一种叫做Early Action 一种叫做 Regular Action 首先呢 MIT 它有它自己的申请系统 就是我们前几周讲的 那些申请系统 它都不用 它只用它自己的申请系统 当然了 这个申请系统 就是很类似 比如说COMAP那些 但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文书啊 可提交一些材料的要求 早申请呢 就是在 11月的1日之前 要全部交集这些材料 然后在 2月中旬的时候 2月之后 还有更新材料 当然了 在早申请方面 就是12月中 就可以拿到 录取的回复 那也许有的就接受了 有的就会被 延迟到正常申请 有的就给拒绝了 在正常申请呢 是在1月6号以前 要完成 全部材料的递交 然后同样的 这个2月10号 要更新文件 就是说你 12年级上学期的报告 然后3月中旬 得到这个 录取是否的回复 然后5月3日的时候呢 劝提学生 要给学校回复 是不是到校 来报到 下面一些还有这个 就是需要 财务补助的学生 他要 一定要提前 最好是早申 对吧 然后完成这些申请材料 那么MIT 对于这个申请学生的 考量是什么样的呢 这张表 大家一定很熟悉 它是这个 Common Data Set 都可以看到的 这个维度 就是它所有的 考量因素 然后横向的就是 它认为很重要 重要和这个考虑 以及不考虑的 那学术方面呢 大家看到 它并没有把 学术方为最重要 那么MIT 高中课程难易度 GPA 标划成绩 申请文书 推荐信 都算是重要 Ranking就是 它只是 有的学校因为不提供 所以它只是Consider 在非学术方面呢 最重要的是这个 性格和个人品质 然后它是有面试的 就是每个学生 都是有面试的机会 要看学生的课外活动 它的特长 然后其他这些呢 就是次要的 以及他 他不去考虑的 比如他不考虑 校有关系 宗教信仰 这些他都不去考虑的 那么在 在今天呢 我们要 要详细讲一下 就是MIT 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比如说在 性格和个人品质方面 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吧 按照这个MIT的 录取网站上呢 它是列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个叫 认同MIT的使命 MIT使命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对吧 它要创造更好的世界 然后呢 在这个MIT的 这个录取的 这个专栏里呢 他们专门讲了 就说 他们不指望说 一个孩子 15岁的孩子 就创造很大的业绩 或者说 你就去跟一个议员 去要求改正一个什么 公共政策 那些都不是 其实改变世界 有很多种方法 对吧 你来改进 所以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 MIT的核心精神 因为工程师嘛 肯定是 在一个团队工作的 所以MIT 他希望 就是一个学生进来了 他又能够 团队作战 对吧 功课难题 特别是在MIT 他有很多跨学科领域的 研究工作 所以他特别看重 这个孩子 这个学生 是不是有 与人合作的精神 第三个叫主动性 MIT有很多机会 但是他 他告诉学生 这机会都不是说 给你的 而是你自己要去争取的 所以他希望看到 学生在申请当中 你不管是文书 还是什么 你表现出 你有这种主动争取 去抓住机会 这样一个品质 要敢于冒险 敢于冒险这块呢 他主要指的是说 一个学生可能 规划好了 想计划好了 想做一些事情 想去成功 同时呢 他要知道 这个失败 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你不管 怎么去努力 都可能会遇到失败 但遇到失败的时候呢 你不能够就气馁了 而且要不 而是要不断地去 这个尝试 然后最终取得胜利 就这块是 敢于冒险下面 他们希望看到的 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当然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他的座右铭 都一定强调 这个动手的能力 Intensity Curiosity Excitement 对吧 这个呢 真的就是 讲的是 性格 和这个品质方面的 他就希望说是 在这块呢 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学生在高中呢 你应该把你的精力 和时间投入到那些 有意义的活动当中 不要追求数量 要追求这个活动的质量 下面一个是 对MIT社区 有这个 他这个社区 符合他这些 他这个社区 社区特征 也就是说 进入MIT社区以后 能够对他社区有贡献 最后一点呢 叫做 Ability to Prioritize Balance 这一点呢 就是 就是大家要非常 注意的一点 因为像MIT这种 高强度学习的环境 他很希望说 学生 能够劳意结合 或者说 比如说 最常流行的是说 3S 对吧 Sports Study Sports Sleep 然后有人说 三者当中 可能能满足 两个 然后两个S 第三个很难满足 所以在申请的时候 他会 有个文书的问题 他会问说 你在闲暇的时候 做什么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是要看 这个学生 有没有能力 自己去 游刃有余地来应付 高强度的学习 MIT的招生理念呢 它叫做 以学生为中心的 一个选择的过程 在这个 在这个MIT招生呢 就是 他那个 最最好了解 他的办法 就是阅读这些 招生官的blog 这些招生官呢 每个招生官 他都 他都写很多blog 就是 来那个 让告诉学生 到底他看到的学生 什么样的 MIT希望什么学生 因为之前他们 他们做招生官的本身 也都是从 MIT毕业的 就是像校友一样 所以像申请 MIT这类学校的呢 我觉得他给大家 一个很好的启示 就是你要去阅读 这些招生官 他一路怎么走过来的 和他的感受 通过阅读这些 招生官的blog 我总觉得 我的感受就是 我看到他们的录取标准 首先他是 全方位的考量一个学生 他特别 希望就是 能够match 就是符合他们 MIT想要的 这种社区的 这种标准 然后我也读到了 这个招生官 有些招生官 给学生们的忠告 就说首先你要 在学校表现很好 然后做一个善良的人 要追求你热衷的事情 对吧 这个是非常好的建议 MIT学生的特质呢 就是他很好 非常好奇 热衷于探索 有这个分析性 analytical 分析性的思维 有独创性 能够动手解决问题 然后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有创新力 互助精神和有趣 就是总结下来 他们所谓的这个 characteristic 那么下面看一下 这个标准 标划考试成绩 因为 2020和2021年的申请呢 都是已经取消了 这个就是optional吧 就是可选递交 这个是指的是在2020年9月份录取 也就是在去年的1月份时候收到的 也就是在19年考试完的成绩 也就代表了他正常情况下的标划成绩的水平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高水平的一个分数range 在申请者这个11000多申请的当中呢 就是在这个这是数学成绩 750到800之间 在录取的1810名学生中呢 就是他的成绩都是在这个接近800的满分的数学 英语这边呢 稍微稍微弱一点 11%的学生就是在接近满分的情况下 这是ACT的 也基本上都是这个录取的学生 当然了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即便分数好 就是分数高分数是必要条件 necessity 对吧 他不是充分条件 但是是必须要有的 这个是本科录取的统治 他的这个录取难度是超级困难 总的录取率是7.3% 也就是说看这边 general 在申请的2万多名学生当中 录取就包括那个转证的 是1457名学生 在早申请录取的这个录取率是 接近于总录取率的 是有687名学生录取了 对吧 然后 有9000多名学生申请 早申请 录取了687名 然后还有6000多名给 推述到正常录取 然后推述到正常录取当中的 这些人呢 就其实他们很符合标准 很好 但是也只有238名录取了 这是正常申请的 其实跟早申的 申请人数差不多 但是录取率就低很多 然后后部转正的是零 美国本土学生的录取率是8.3% 然后国际生是3.3-4 也就是说在国际学生4000多名当中 只有只录了142名 美国的学生来自50个州 然后国际学生来自118个国家 基本上就是在 就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录取的个数非常接近 非常挑剔的一个学校 这是录取学生的基础数据统计 按照族裔来讲 白人族裔占39% 亚裔是42% 亚裔相当高 拉美裔的14% 然后还有一些北美原住民 然后非洲裔是11% 国际学生占了10% 按照地理位置 来自新英格兰地区 那六个州的8% 中大西洋地区 就是包括像纽约州 宾州这些 马里兰州这些 我们后面会讲到 然后来自南方的学生 然后中西部的 西海岸的20% 也就是加州来的学生 录取MIT相当多 国际学生10% 这是公立学校的 71%的学生来自公立学校 11%来自私立学校 然后下面是有宗教背景的 以及这个在海外学习的 在家上学的非常少 然后这个学校是相当的多元化 男生比例越高 略高于女生 然后在学校里 Top 10% 对吧 陆续的95%的学生 都是学校 高中的Top 10% 如果是Top 25% 对吧 几乎都是占满了 然后这里是他的一个费用 学费 因为它是私立学校 就无所谓 无所谓 本州和外州的 都是一样的 5万3000多的学费 然后还有这个住宿费 整个加起来是 7万2000多的 就是费用 一年的费用 那么麻省理工学院 他的申请 就是一个特点 就是申请的时候 他并不决定你的专业 而是说你申请整个学校 所以所有的人 进到大一都叫做 都是待定的 undecided major 然后进入大学以后呢 他会有很多的讲座呀 和这个研讨会呀 来帮助学生确定 他最适合的专业 然后呢 学生就可以选择那些课程 就不需要再进一步的说 考核和进入那些课程 当然他会肯定会有一些 pre-requisite这样的 那他的课程 他的专业呢 他他不叫专业 他叫他叫课程 然后呢 也不是命名的 而是用编号来代表的 MIT的本科教育 他头两年要求学生们都进行 这个叫做 General Institute Requirements 就是一种核心课程 这是因为他这个创始的校长 他认为 他这里写了 他写到说是说 如果对通过对抽象的课题的学习呢 比如像哲学家的一些研究 实际上能够提供给你现实 现实生活中的发明创造 一种很好的一种思想源泉 然后呢 这种多元化的教育呢 是每个学生必须要上的 两年的通识教育 这些通识教育具体包括什么呢 首先是这个Core Course 就是核心课程 科学方面有这个数学物理 生物和化学 然后这个HAS就是 Humanity, Art,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包括Balmer这样的文科的课程 然后这个是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 就是说MIT学生 在这两年当中也要学习写作 和这个演讲技能 Laboratory Requirement 这个是实验课程 因为MIT特别强调动手 所以它有很多的要求 就是有一个最低要求数量的学分 是要在这个实验室完成的 动手能力和你的分析 以及观察能力 这个叫 Restricted Elec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这是可能给你未来专业 或者说未来兴趣领域相关的 那些课程要学的 还有就是有四个体育课 一定要上的 包括这个100个样的游泳测试要完成 因为它希望你的身体和心灵都保持健康 这个特色教育呢 是叫做独立活动 叫做Independent Activity Period 就是每年的一月份的时候 那四个周呢 所有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都可以选你 选你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你正常的工作 当然了我们知道招生官肯定是在那个时间 要读学生的文书 他们肯定是在正常工作 那么这些活动呢 就是它是一种非常有趣的 然后让人们去开发自己的兴趣爱好的 然后现在已经发展到有这个600多种活动了 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解谜 解谜语啊 或者是一些编程竞赛 还有一些这个坏主义的这个节 就是我们后面会看到 它会有一些那个 它特点是一些恶作剧啊 和他们就是发挥创造力的一些点子 我后面会在学生生活方面给大家介绍 本科教育非常重视本科生的研究项目 这个叫做UROP MIT是在同类大学里最早开展这种本科研究项目的 然后它每年为上千万个项目提供支持 其中91%的MIT毕业生 都要求在他的本科期间 从事有偿的或者无偿的研究工作 这些就是他的一些工作 创课教育 这个创课教育Makerspace 也是MIT的非常强调的 因为他就说创新不止于设计 而是要做动手完成 这样就是才是真正的创课 他有十多个创课空间 专门这个每个学生都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不管是机械的还是 就是科学的 都是要动手去制作完成 这边是一些具体的数字 还有就是全球教育 像MIT在本科生至少有一项海外研究 或者工作服务的经历 然后有一个学期呢 至少一个学期是在西班牙 或者是在伦敦帝国理工交换学习 或者是一个IAP去这个法国 意大利西班牙伦敦去做这个 独立的活动的时间 然后这个UROP的海外研究和合作项目 也是也是他提倡的 以及这个公益事业 这就是MIT的那个mission当中一个 他要他要解决贫困问题啊 帮助这个低收入国家 发展一些可持续性的发展项目 所以这些都是MIT非常看重的 也就是说在高中时期 其实我们有很多学生 是有机会参加这些公益活动 或者是参加这些研究合作 这些都是对他将来进入MIT 或者申请类似学校非常加分的 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申请学校 我们目的真是为了要学习 在MIT可以授予本科学位的学校 有这些学校 然后呢 他有 就是还是这个blog 就是他通过这些blog 这些招生官 或者说这些研究生的学长们 对吧 校友们来写这些blog 来辅导这个新生 去选择你的一些专业 所以这again就是这些blog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获得好多信息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是叫做建筑与规划学院 在这个学院里呢 他会有这个 就是学位 建筑学啊 建筑艺术啊 和这些规划呀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管理 Salone商学院 他有这个商业分析啊 金融 商业管理啊 然后这个是科学院 有这些生物啊 还有这个 人脑智能啊 这些学位 然后还有这个叫 苏世民计算机学院 是在2018年 这个单独成立的 这个计算机学院 他下面也是有一些 本科学位的 那么剩下 这个还有一个叫做 跨学课的学习 他会有这个学位 授予这个比如说 生化的学位 还有这个计算机 和认知的学位 包括这个计算机 科学以及经济 这些学位 还有两个学院呢 是大型的 就是工程学院 他有很多学位 授予本科学生的 以及这个 人文艺术的科学院 下面就是综合排名 给大家介绍一下 MIT呢 就是在美国的 大家比较流行 常看的这叫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我们在前几周 尤其是在第12周的时候呢 就介绍了 他这个排名 大概是什么 评比的情况 所以全美综合大学排名 他是 MIT排在第四名 并列第四 最佳本科教育 并列第十八 性价比非常好 排名是第二 最具创新力 排名是第二 然后 本科 最佳工科 他是排名第一的 包括这个 航天航空工程 排了第一 对吧 这边生物工程 第三 化工 计算机 材料 机械 都是 名列 前谋 对比一下 就是 2021年的 美国综合大学 本科排名榜 就他这个 2021呢 实际上是 用的是2020数据 也就是说 去年排出来的 今年的呢 因为录取还在 进行当中 还没有排名 今年排的就是 2022的了 按照2021 这个 最佳排名榜 第一名是 普里斯顿大学 然后第二名是 哈佛大学 第三名是 哥伦比亚大学 第四名 并列的像 麻省理工 耶鲁大学 斯坦佛大学 芝加哥大学 然后下面是 U-Pen 对吧 这些学校 我们后面会 会讲一些藤校吧 就是到时候 大家也会看到 这个是 计算机的排名 MIT计算机 是排第一的 是本科排第一 其中 人工智能排第二名 生物 生物计算 生物信息 生物科技 排第一名 然后计算机 系统排第二名 对吧 整个的非常 基本上就是 名列前谋的 下面这个呢 它也是 因为这个 US News 它有十多个排名 它有各种各样的排名 这大学 本科它也强调 就是说 学科写作 也给排名 以及这个 排名比较好的 像本科的 研究创意项目 它排的是第一 然后实习工作 排第四 这张表呢 大家上 上礼拜是看过的 就是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叫做 就是同校 同级别的学校 来互相评 评分的排名 那么在这个 计算机 科学方面 MIT排的是第一 我们上周讲 这个我们的华大 排的是 是第五 也是非常好的排名 然后这个呢 也是给大家 回顾一下 就是 在18年时候 做了一个 US News 做了一个 所有的全美的 顶级的这个 计算机科学院 都来参与的 一个排名 然后 MIT排的是第一 这张表 上周大家也看到过 商科 MIT商科 实际上是排的是 全美第二 它的商科非常好 包括这个商业分析 和这个产品运营管理 定量分析 以及供应链运输 这都是排的 非常靠前的 参考一下呢 就是 US News Report 也排了一个 本科的商科的排名 第一名是 Upen 滕校 就是宾州大学 第二名是MIT 第三名呢 有这个 UC Berkeley Berkeley大学 以及 Michigan大学的 Anna Burr 主校园 然后排在第五的是 纽约大学的 Stern商学院 然后下面是 Texas Austin UT Austin 这个也是相当于 我们这个 Berkeley水平的 就是在 在UT 在这个 德州最好的 这个州立大学 是UT Austin 然后是 Kanadji Mellon的 商学院 然后是 Kanadir的 商学院 这也是 藤校 然后是 UNC Chapel Hill 这也是 UNC在 在 北卡的 最好的 州立大学 它的商学院 也相当好 然后是 UVA 就是 福尽尼亚的 最好的 州立大学 这些只是 给大家做一下 参考 就是如果 对学商感兴趣的 可以就说 我们要多看 那些商学院的 录取要求啊 和它 希望学生们 去哪 怎么样去努力 那么在 这张表里呢 就是 因为 MIT 他 他 他基本上 这几年 没有去教这些 Common Data Set 他是自己 做自己的统计 做自己的一个 调查 所以就从他的网站上 找到的 就是学生们 学生的调查 就是说 他们最希望 最希望得到的 Top 15专业是什么 那排在第一的是 计算机 科学和工程 有21%的学生 希望得到这个专业 就是 或者说 朝这个专业的 那个方向去 去发展 然后第二名是 电子工程和 计算机科学 第三是 机械工程 然后下面是 数学 工程学 生物工程 物理学 航天工程 以及这个 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然后下面是 材料科学 这是Top 10的 那下面也有一些 非常有趣的专业 比如像 这个大脑和认知的科学 计算机科学和 这个 分子生物学 就这些都是 跨学科的 计算机 经济和数据科学 这个 这个Data Science 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一个专业 包括化工 化学工程 以及这个 土木工程和 环境工程 这些都是MIT学生 最想上的专业 当然了 它下面有很多 其他的像 人文科学 什么的 就没有 那么高的比例的人 要去学 这个是我在 过去几年 在波士顿 访校的一些印象吧 这是MIT 当时它的这个 Dome里面的一个大厅 然后就是 因为它整个是 贯穿的教学楼嘛 就是你不用到外面去 就可以看到各个 各个系的 不管是材料系啊 还是化学系啊 它都有它的一些 标志性的一些 摆设 或者说是建筑在那里 这个是 是一个街景 然后这是Boston Commons 这个公园很好的 波士顿的 你要去旅游的话 可以去那里去玩 还有这个叫 Quincy Market 也是当地的 非常有名的 一个旅游景点 然后Bike Bay Bike Bay是非常高档的一些 餐饮啊 和这个酒店啊 以及出海的旅游的 一些项目的地方 那这边是波士顿的 非常美丽的 Charles River的街景 就是城市景观嘛 那么MIT的核心竞争力 就在于它的创新和创业 这个都是MIT自己介绍 他说这个MIT人 渴望探索事物的工作原理 然后勇于创新 在由于这个MIT的影响 整个大波士顿地区周边 有很多从MIT发起的公司 他们一起构成了一个 高科技的创新的生态环境 然后MIT呢 它拥抱来自各行业 和合作政府 各方面的合作关系 这个就是它的创新 以及它建筑的这个 创新的生态关系 然后这个像Impact Impact就是我们做 这么这些项目 它的影响力到底在哪里 MIT因为它创新的影响力 在于解决人类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可持续的能源 城市适应力 饮用水就干净水 对吧 还有食物啊 宫科癌症 阿尔莫斯 阿尔莫斯之和这个传染病症 MIT的企业家有全球影响力 包括这个MIT 校友组成的公司 它的那些公司的年收入估值 相当于世界上 第十大经济体的 国民经济总产值 就是相当有好 这是它去衡量这个影响力的 最好的一个体现 你说如果高中生们想对MIT 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它的这些 解决人类问题的方向 就是你可以朝着那些方向去努力 这个是MIT的校运文化 快介绍完了 MIT呢 它从世界范围里找到 一些最合适的学生 然后呢 它就在这个MIT大家庭里呢 他们就给他们提供 非常好的一些环境 和这个学习 包括500多个学生组织 然后有40多个兄弟会姐妹会 就是Greek letter的那些 还有学生独立住所 20多个宗教传统信仰 5个学生食堂 20多个零饮 零售餐饮 还有33个专业体育竞技队 1500多个全美运动比赛荣誉 然后它强调的是多元化 和包容性的校园文化 提倡健康生活 那这个呢 就是这块叫Smooth 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就是MIT的学生 他们不是有这个兄弟会吗 兄弟会在开学的时候 是吸收新学生 他们就会有一些叫做 Pledge Prank 对吧 他们就考验学生 然后呢 其中这个叫Smooth的学生呢 他大概身高是五尺七寸多 当时他的那个 给他的活动就是 他们搞了个恶作剧 就是他喝了一些啤酒 然后他们他就不太清醒 他们就把这个Smooth 抬着Smooth 从波士顿这边 就是Massajus Avenue 那个大桥 然后一个一个人的 一个Smooth 一个Smooth的 量了整个的大桥 然后呢 就是每个地方都画上线 就是这一个Smooth 两个Smooth 对吧 然后呢 当时是恶作剧 但是后来呢 因为人们觉得这个很有趣嘛 就是包括后来 Fawson在报这个交通 比如交通事故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说 在这个50个Smooth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大桥 50个Smooth的地方 发生了一个什么 碰撞的这个交通事故 对吧 就是大家就接受了 就是认为这个很有趣 然后他们还曾经恶搞 就是把这个 一辆警车放到了 他们那个Dome 那个圆球的 那个Building的顶端 然后呢 警察就就看到说 怎么搞的 这个车是怎么上去的 就就拿不下来 因为这个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弄上去的 然后警察就给他们开罚单 然后第二天呢 趁着黑夜 这帮MIT学生 又把这个 又把这辆警车 从这个Dome 斗路上给他卸下来 就他们的学生 经常搞一些 这些恶搞的事情 就是一些非常古怪的 古怪精灵的学生 好 那么回顾一下 今天讲了这么多 MIT它的核心价值呢 它是讲究叫做 诚信 协作 以学生为中心 讲究社区 包容性 多样化 以及创新 它创立的初中 是为了加速 美国的工业革命 MIT代表了 美国精神的典范 凭着独创性和驱动力 MIT毕业生 发明了基础技术 开创了新产业 并创造了数百万个 美国就业机会 MIT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人才 然后呢 通过教学创新 它对国家和世界 做出了 解除的奉献 好 那关于